我们要来看物件的布林运算 那什么叫做布林运算呢 各位从这个图就可以看出来 我一个立方体跟一个球 那如果我做连极 那它就并起来会变像这样 如果我做插极 那它这一个球的洞就会不见 那如果我做交极呢 那就只剩下两者都有的部分 OK这种叫布林运算 那你就可以利用球啊 用圆柱啊 然后再用立方体 然后去兜出你想要的东西 那但是这个方法很好用 但是它有个缺点 它的缺点是当你这样子兜的时候 它的那个面会变得很复杂 所以非不得已哦 不要用这个方法 虽然它还蛮好用 那它的面会变得很多 面一旦变多的时候 你未来的操控就会很麻烦 那另外是它的计算能力 就会变得 就是计算上会变得很慢 变慢很多 好那这是布林运算 那你只要打W键 那它就会 你先选择两个 两个物体 然后打W键 那它会问你说要做 什么功能 你可以选 那选择两个物体 在物件模式底下 不是在编辑模式 在物件模式底下 选两个物体 按下W 然后就可以选举 Intersection还是Union还是Difference 那它应该是 第一个选的减调 如果是Difference的话 就第一个选的第二个 那Intersection和Union 就没有所谓顺序问题 就没差 好那举个例子而言 你可以 把一个圆柱跟这个 放在一起 那就可以做布林运算 那另外一个方法是 你用AddModify AddModify 这里也可以 那建议是用W 比较简单 好那我们就来看 布林运算怎么操作 我们进入Blender之后呢 我们弄一个UVSphere 一个球 那我照刚刚的方法 让它叠起来 叠起来之后呢 我们 两个选起来 然后按Intersect 那把交集的结果拉出来 你会看到像这样 像这样 那如果我们是做Union 连集 你把连集的结果拉出来 就会看到像这样 如果我们做插集 你把插集的结果拉出来 会像这样 所以我们就可以利用 布林运算来盖一间有窗户的房子 那上次我们所盖的房子 是没有窗户的 那今天你就可以利用 布林运算做有窗户的版本 好那我们就来试试看 那我们先示范一次 布林运算的用法 我现在有一个立方题 好那我为了要做布林运算 我再加一个球 我再加一个UVSphere 好 那我把这个球呢 拉到跟这个立方体重叠的部分 那我这边用一下相机视角 看起来 看有没有重叠 有哦 重叠了 那我接下来呢 我就选这一个立方体 按下Shift键 按下Shift键 同时再选一次球 滑鼠右键就可以选 选完之后我按W 它会有几个 一个叫Intersect 交集 那我们按下Intersect试试看 好这时候我按完之后 我按G 把它移开 那这样子 留下来的那个东西 就是交集的结果 OK 这是交集的结果 好同样的我在这边 我继续按W 那我按的 不要做交集 我按连集 按连集之后 我再按G 把它移开 你会看到 这个是连集的结果 这个是连集的结果 它已经连在一起了 那接下来 我一样按W 我按XG 好那我把它移开 移开 就这里吧 那这样子结果呢 等一下我看有没有插集到 看不出来 有有插集到 有看到吗 有插集到 所以插集是这样 好那这两个还是分开的 虽然我刚刚把它放在一起 它们两个还是不同物件 只是我利用这种方法来做 交集连集插集 做出不同的物件 好 那所以各位请你试试看 随便拿两个东西来做 交集连集插集 先试试看 那待会 再利用这种技巧去盖房子 做一个有窗户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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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